《天氣報告》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學賢 本港這一兩天受到冬季季風鎖影響 我們天氣很一般 比較多雲 有雨和天氣很寒冷 如今早上來說 在市區天文台尖沙咀總部 錄得最低氣溫是12.9度 亦是入冬以來最低氣溫 新界方面 再低1、2度 下午由於風和雨亦轉為小 所以各區氣溫都上升至17度左右 來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其實在華南地區基本上都是相當多雲 但值得留意就要看看 比較遠在菲律賓以東的西太平洋 有一個超強颱風黑格比 我們預計黑格比將會在這周末正面吹襲菲律賓 為他們帶來狂風暴雨 希望黑格比不像去年的海燕一樣 為他們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至於香港這周末的天氣會如何呢 我們來看看 今日的天氣預報圖 我們預計在這周末來講 香港將會受到一度光額尺所影響 我們將會轉吹一些東風 以及開始比較多雲 而去到星期日 有一股微弱的季節風暴衝影響我們 我們帶來比較多雲的天氣 而去到星期日 更加會轉吹少少北風 至於詳細的天氣會是這樣 大致多雲明早早是相當清涼 市區最低氣溫約為14度左右 而新界會是再低2、3度 明天日間是暴映時間天色明朗 最高氣溫約為18度左右 吹的會是和緩的東北風 明天稍後是轉吹東風 以及有幾陣雨 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在星期日和打澳的幾天 早上仍然是相當清涼 以及去到星期日打後 希望是更光亮一點 好了 今晚的明天講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週末 我們下次再見